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银行会计 各位同学 我是李锐沁老师 我这学期为大家所开的课是银行会计 银行会计随着时代的变迁 它也做了很多的改变 尤其在现在来讲 金控时代已经来临了 所以我们银行会计 可以说在整个的社会里面 可以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那这学期我要为大家讲的是18个讲次 这里面有包括银行的变迁 包括银行的会计科目 银行的各种的传票 以及它的账簿组织 以及银行所有的业务 其中有包括存款 放款 汇队 还有代理收付 以及金融卡 信用卡的业务 银行我们还要有一些管理的会计 那所以在电脑的运用上 银行可以说更加的重要 除了这个以外 当然我们利息的计算 还有国际汇队的往来 这些都在银行会计里面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那最后呢 当然银行是以盈利为中心的 所以我们每天营业终了的时候 我们都要做日算 在每个月终了的时候 我们都要做月算 在每半年结束的时候 我们都要做半年的结算 以及每年年度终了的时候 我们都要做绝算的工作 那首先呢 我先为大家来讲 这个第一讲次 第一讲次我们有一些重点 本讲的重点呢 第一个就是台湾金融机构的变迁 第二个呢 就是银行的意义及功能 第三个就是银行的种类与业务 第四个就是银行的组织 第五个就是银行会计的意义 以及我要为大家介绍 其他的有关于银行的一些实务上的工作 首先呢 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银行金融机构的变迁 那主要的呢 是因为那个台湾整个 在整个的经济环境里面 它做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呢 我们金融机构呢 也做了很大的改变 第一个改变就是政府 核准新银行的设立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大改革 因为过去的银行 我们几乎全部都是公银的银行 而自从民国八十年 那新银行法的通过 这里面呢 我们就核准了很多 新的银行的设立 那这个新的银行的设立 最主要就把以前过去的 这个银行独占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形 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改变 那同时呢 我们在新的银行里面的设立的解禁 也做了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改变 那这里我们前后设立了很多的银行 而每一家银行呢 它的业务也增加了非常的多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金融制度变迁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划时代的大改革 第二个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 就是说在这个金融变迁里面 那我们要再注意到 就是公银是公银的银行 它的民营化 那公银银行 它过去大部分都是公银的银行 而这个公银的银行呢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改变 那也就是说有的呢 就有民营的这个股份加入 一些民间的这些股份加入 也让我们这个整个的银行 也做了一些改变 而且很多的银行呢 也都在上市了 或者有很多的银行 也就变成了公私合银的银行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 所做的大的改变 接下来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个金融机构的改制 那这里面我们包裹了几个 比较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信用合作社 它改制为商业银行 各位同学要晓得 一家商业银行 它的资本额是100亿 如果信用合作社 它到达了这个100亿的话 它也就可以改制为 这个商业银行 第二个呢 也可以改制为商业银行的 就是信托投资公司 它改制为商业银行 所以很多信托投资公司 它只要资本额到达100亿 它也改制为商业银行了 第三个也就是信托投资公司 它改制为工业银行 当然工业银行的资本额要比较多 所以呢 当它的资本额到达200亿的话 它也可以改制为工业银行 接下来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第四点 就是银行的合并 在这个银行的合并里面 就是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银行并购 很多的信用合作社 因为好多的信用合作社 大家过去都知道 在地方上 可能是地方的势力 或者是一些家族性的 当这个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 他们这些信用合作社 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 所以呢 它不管是资本额的加强 而且它在整个结构上 也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接着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 就除了这个信用合作社 被银行并吞了以后呢 还有很多的银行之间 他们也相互的合并 也就是说很多的银行 他们就互相的合并 让他们的结构更加的健全 然后网罗更多的新的人才 或者网罗很多专业的人才 或者呢 它也跟其他的银行合并了以后 把它的规模扩大 所以原来的银行 譬如只有银行部 营业部 或者是一些部门 但是如果跟其他的银行合并的话 就可以结长取短 补短 把它自己 原来比较弱的一方 通通把它补足了 这也是我们在银行金融变迁的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接着我再为大家介绍第五点 这第五点就是 我们政府整顿很多的金融机构 这个政府整顿金融机构 在这个时代 在这一次的金融变迁的 整个的改变里面 它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为这个整顿金融机构 很多的金融机构 它是过去来讲的话 它做的业务是比较简单 而且它也是 不是 就是说 不是符合时代的改变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接着我带大家来介绍 这个银行的定义 还有银行的功能 银行会计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银行 它到底定位在什么地方 首先我为大家介绍银行的定义 也就是说银行是介于 资金的供给者跟需求者之间 它是根据银行学的原理 跟银行的实物 它所做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就是资金的供给者 跟需求者之间 它做什么呢 它是经营银行信用售售 以繁荣社会经济调整国家金融的 一个盈利机构也 这一点 那我就要特别跟大家介绍 就是说我们的银行会计 跟过去同学们所学的 一般会计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银行它有银行的业务 所以我们在讲银行的会计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对银行的业务 跟银行的这个重点 要先把它抓住 然后大家都知道 银行是介于资金的供给者 跟需求者之间 因为它是一方面 担任资金的供给者 借钱给别人 当然它更重要的是 是向社会大众去取得这个资金 所以它是资金的供给者 跟需求者之间的一个桥梁 那这个桥梁的工作 是以银行的信用来做授授 这个第一个授是挑手边的授 这个授就是待遇 第二个授是接受 它一方面接受社会大众的信任 一方面它待放这个信用出去 所以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桥梁 这里它不但对于社会的繁荣 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而且它对于国家经济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同时它最主要是以盈利为目的 很多的银行都宣称说 自己是以服务为目的 事实上它最终的目标 还是以盈利为目标 所以它是介于资金的供给者 跟需求者 现在我可以介绍一下 需求者是哪些呢 当然企业是需求者 个人也是需求者 那一般政府机构 这些都是需求者 那供给者是哪些呢 也是同样的 比如说一般个人也是供给者 当你把钱存到银行 你就是资金的供给者 当你住学贷款的时候 你就变成银行资金的一个需求者了 所以同学们要知道 银行在这个市场上 发挥的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 这也就是说银行为什么变成 大家每天都会跟银行往来的一个机构 所以银行会计 它是一个社会会计 接着我再为大家介绍银行的功能 银行有哪些功能呢 第一个功能 就是创造货币繁荣社会的经济 那个银行创造货币 它以它的信用来创造这个货币 而这个货币大家都能够信任它 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纸币跟硬币 开国的时候 有发行开国的纪念币 很多人都去银行里大摆藏龙 那这个就是因为大家不但知道 这个货币有它使用的价值 有它存在的价值 还有它的收藏的价值 那这个银行在创造货币 大家能够相信这个币给它 就有那么高的社会价值 第二个呢 就是我要为大家介绍 就是鼓励储蓄助长资本的行程 这个银行在这个市场上 它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它就是可以帮助大家把资金 储存下来 比如说你本来只有 一块钱或者是十块钱 或者一百块钱 没有办法发挥很大的功能 但是能够极少成多 极易成球 就可以发挥它很大的功能 所以银行在这个中间 作为一个桥梁 它就可以得到很多资金的行程 而且可以能够产生很重要的价值 第三个呢 我们就是银行在这个中间 是调剂资金的供需 提高资金的效能 资金的供需本来不是很平衡 因为有的地方的资金可能很多 有的地方资金很少 有的地方 有的企业它的资金过多 有的企业它的资金不足 那银行在这个中间 就可以作为一个桥梁 刚才我已经讲到了 它可以把资金不足的地方 需要资金的人 可以去从供给资金的人 那里取得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桥梁工具 而且我刚才也提到了 100块对你来讲可能没有什么用 但是我们大家都存100块的话 全台湾有2300万的人口 那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能量 可以出来 也就是说资金的效率 就可以发挥到最高点 接着呢 我再为大家讲到 银行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创造信用的工具 节省货币的使用 过去我们都是只有纸币硬币 可是这些年来 银行都有很多的 汇票支票或者本票 除了这个信用工具以外 银行还以它的信用 来创造了很多的塑胶货币 那现在几乎大家在去提款 或者你去在消费的时候 你大概都使用的是信用卡 或者是金融卡 这个就是银行 把这个货币的功能 更加的发挥 也就是银行创造出来的这个信用 可以对这个货币的使用的比例 它的效能大大的提高 接着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 就是提供汇兑的便利 促进贸易的发展 这也就是银行 它能够促进这个汇兑的方便 因为银行它的信用 所以呢 不只是它自己的吸收资金 跟放出资金 同时呢 它可以做很多的汇兑的工作 像如果我们要把钱汇到外地去 或者外地有些资金不足 我们想要去弥补它 都可以这样子 就是由银行来作为桥梁 而能够创造出这样 最后一点呢 也就是我们要讲到 信托服务 沟通 储蓄与投资 这一点就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也就是说银行真正的能够做到 这个信托的服务 信托是当你相信它 然后你愿意把你的资金 或你的财产 请这个单位来帮你做更大的一个效能的发挥 那也只有银行办得到 好 接下来呢 我再为大家讲 我们下一个单元 下一个单元 我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银行的总类 以及它的业务 银行的总类 我们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 是以短期信用为主的一家银行 在我们整个的金融市场上 它可以说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 它可以说占到八成到九成的银行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银行 大部分都应当属于是商业银行 它经营非常多的业务 那等等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商业银行的业务 接着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专业银行 专业银行呢 它可以分为工业银行 农业银行 输出银行 中小企业银行 不动产信用银行 以及国民银行这几项 那当然在工业银行来讲的话 它可以说是非常 就是说重要的 因为它必须要带动 我们国家的整个 整体发展的一个银行 这就是工业银行 那农业银行呢 我们大部分都是 从事于农业这个改良 或农业发展的一个银行 那输出银行 那过去对我们台湾 这个输出的业务来讲的话 可以是非常重要的银行 中小企业也是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企业 都是属于中小企业 企业 那中小企业呢 对他们的发展 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刚才我讲的 这些专业银行 都可以说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某一种行业的 一个很大的帮助 接着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的 第三种 就是信托投资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 那在现在来讲 它的地位 刚才我们在讲 银行合并的时候 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说过去 大概只有七家 那现在呢 因为合并的关系 只剩下最后两三家了 如果再跟其他的银行合并 或者改制的话 那信托投资公司 我们大部分都已经转到 银行的体系去了 接着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银行的这些业务 银行经营的业务 有22项 第一个就是 收售支票存款 收售其他各种存款 收托经理 信托资金 发行金融债券 办理放款 办理票据贴线 投资有价证券 直接投资生产事业 投资住宅建筑 及企业建筑 办理国内外汇队 办理商业汇票的成队 签发信用状 办理国内外保证业务 代理收付款项 承销及自营买卖 或代客买卖有价证券 办理债券发行的经理 以及顾问事宜 担任股票及债券发行的签证人 受托经理各种财产 办理证券投资 信托有关的业务 买卖金块、银块、金币、银币 及外国的货币 办理与前列有关的仓库、保管 及代理服务的业务 还有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的 其他有关业务 这些都是银行的业务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接着我再为大家介绍 寿信业务跟寿信业务 这两次发音是一样的 第一个先讲寿信业务 就是有踢手边的寿 这个寿就是一个 带放信用的意思 也就是说银行接受了 社会大众的信任 然后带放出它的信用 这个信用里面 包括最重要的就是放款 放款以外呢 当然还有投资、信托 还有承队、贴线、保证 或者是代付 这些都是银行的寿信业务 第二个是寿信业务 这个寿是没有挑手边的寿 这个就是接受大家的信任 比如说像存款、汇款 这些都是银行的一个寿信业务 那银行也就是接着 就是在寿信跟寿信之间 担任一个桥梁 它可以说是 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 因为接受了大家的信任 然后呢 在这个中间 可以把供给者的资金 带给这个需求者 能够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接着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一个单元 下面一个单元 我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资金性的业务 及服务性的业务 过去在银行来讲 它非常重视的是资金性的业务 因为它都想办法 尽量地吸收存款 然后把吸收存款的资金 拿去贷款 然后呢 在这个中间赚取差价 这是过去银行非常重要的 一个资金性的业务 可是时至今日 银行在利息上面取得的 这个盈利 应当是越来越少了 它比较常常要做的是哪一种呢 是服务性的业务 服务性的业务 它在中间是赚取的手续费 或者是佣金 尤其它现在做的很多的 承对贴线保证 这些业务 或者一些同学们 你们在开学之前缴学费 缴到银行去 但是这个银行要跟学校 去做这个结账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就是银行的无息资金 这也就是银行的一种服务 所给它带来的一些利润 接着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一个单元 下面一个单元 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银行的组织 银行的组织 我们大部分都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 它的股份有限公司呢 是根据我国银行的组织系统 除了法律 另有规定或者专案核准以外 应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为限 分为股东大会 董事会及监察人等 是银行的基本组织 这个银行的组织里面 那最重要的就是股东大会 那股东大会里面 我们可以选举董事 那由董事呢 推荐一个人当董事长 然后聘请一个人当总经理 或者几个副总经理 然后呢 他们来执行 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 所决议的事项 最后呢 我们再选择一两个人做监察人 接着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 就是银行还有一些 比如说单一行制跟分支行制 那为了营业方便 当然是分支行制比较方便 接着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总行制跟总管理处 也就是说 由哪个单位来管理 如果由总行来管理 所有的分支行处的 人事 出纳 会计 这些系统 就是总行制 那总管理处制呢 就是专门设一个管理机构 来管理 这个其他的分支行 接着呢 再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直辖制跟管辖区制 这个就是直接管理 或者呢 我们设一个管辖行来管理 接下去 我再为大家介绍 下面一个单元 下面一个单元 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银行会计的意义 在讲银行会计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首先知道 什么叫做银行会计 银行会计 银行会计就是适应银行业务特殊性质的需要 根据双市布计的原理 就银行所发生的各种交易的事项 做有系统的记录 整理跟分析 然后呢 以明确的表示银行的财务状况跟经营结果 这种的会计的方法 我们就叫做银行会计 那银行会计最主要 它跟一般的会计不同的 就是它根据银行业务的需要 它跟一般会计相同的呢 就是它是采取双市布计的原理 那这就是银行会计它特殊的地方 接着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银行会计 它的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设置银行用的专业科目 第二个采取严密的传票制度 第三个采取单式传票 第四个就是充分的运用明细分内账 第五个就是编制各种的日报表 第六就是利用传票直接过账 第七就是叙时账簿的功能减少 第八个就是会计制度的统一化 这几个特点 我们以后都会在每一个讲室里面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们第二章就是要讲会计科目 我们第三章就是讲到传票 跟各种账簿 那后面呢 我们也会陆陆续续跟大家介绍 这个银行会计的特点 接着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银行会计实务的要点 这个银行会计是经营信用售售的一个机构 一切交易往往是透过现金标局的收付来完成 所以在业务处理方面 有售性的存款汇兑以及售性的放款 贴线投资等资金的借贷记录 而且呢 它也是 它的盈余主要的是资金的借贷利率的高低差距 损益内容方面 它是以营业收入 非营业收入 营业支出 非营业支出为主 所以银行会计的处理 业务和损益的记录是分开的 这就是我们银行会计的特点 它跟一般会计不太一样 那也请各位同学去参考书 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